今天是上課,今天等於第十四上課 前面有關APP Inventor 的相關設計 前面其實都有錄影 所以假設有一些地方你不太熟悉的話 可能就看一下 但我發現看了一下大家的練習還有作業的結果 我發現好像大部分同學其實都對於圖形化 寫程式這件事情好像都還蠻能夠接受的 好像超過我的預期 因為其實理論上這個是在寫程式 但是它其實是利用拼積木的概念 把程式給拼湊起來 所以其實看起來好像是在寫程式 但是好像實際上又沒有像寫程式這麼的複雜 所以我發現這件事情對同學來說 接受度其實還蠻高的 那只是說後面當然如果你要學習的話 我們今天有一個練習題 就是如果我今天希望請各位做出一個練習題 那第一個就是說請你練習 幫我把1加到99的結果把它輸出 所以第一個 當然我們如果假設要做第一個練習題 那當然如果你要寫一個APP的話 主要可以拆成兩個部分來做 第一個就是它的畫面 就是所謂的UI的介面 介面部分的話 那因為這個地方其實還蠻單純的 我們是希望說 第一個上面的標籤1 是顯示什麼 所以你需要加兩個標籤一個按鈕 那第一個標籤的話 裡面把它輸入什麼 輸入這個 加總1到N 的結果 N為99的話 那把這個結果給輸出 按一下按鈕之後的話 那把這個結果 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這個標籤2裡面 裡面的話大概 介面部分修改的部分 主要就是那個 字原來預設好像太小了 你把它放大一下 大概30號字 OK 這個是第一個 那程式部分的話怎麼寫 那一樣 我們寫程式的話 一樣就是在這個 當按下按鈕的時候 所以有沒有 當這個按鈕 所以你找到按鈕上面 有個被點選的時候 那要做什麼事呢 就是你要讓它做回圈範圍 所以呢 這個地方的話 我回圈範圍特別注意 今天要講的就是說 要怎麼樣能夠讓它 給它一個範圍 就是1到99 那每一次增加1 這個有點像一個4回圈喔 然後呢 只是說不是用4回圈寫程式 讓它可以累加 所以累加 它最後把結果輸出到 標籤2這個動作 所以請各位呢 也許先試著做做看 當然將來可以把什麼 把那個底下這個標籤 標籤2的部分 其實可以改成那個文字輸入盒 可以讓人家輸入 那n的部分呢 其實可以讓使用者自己輸入 比如說我今天原來是1加到99的結果 那你可以讓它輸入 1加到多少的時候 可以輸出1加到尾巴這個數字的結果 所以呢 如果假設你輸入1000的話 它會把結果顯示在底下 就是加總結果冒號 然後呢 後面的話就是1加到1000的一個加總結果 就是500500 OK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那個 界面部分先試試看 所以可以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是1加到99的結果 這個程式 第二個是再增加一個那個 文字輸入盒 加入到這裡 讓使用者去定義n裡面的值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這禮拜的重點就是做一個BMI的計算 最後的話當然有輸出一個結果 就是一個文字跟一個圖的輸出 那 那個作業部分的話 這個圖 不要用我的圖 如果你假設你自己再去找圖 然後 做一個這樣的做業練習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就是在雲端白板上面 你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第一個 我們先做一個界面設計 比如說我今天假設希望 請同學設計一個加總1到n 類似像這樣 這個應該在雲端白板第四頁 不過做這個之前 我想我們先做簡單一點 我們先不要1到n n的話先不要 我們就先把它固定到99好了 所以如果假設設計的話 我是希望做一個加總1到n n為99 比如說今天第一個 你們就是先開一個新的專案 然後這個專案的界面的話 畫面編排的話 這個文字輸入盒也許先不要加好了 所以這個也許先不要 然後呢 加總1到n好了 n的話 這個地方 那我們預設的內容就是 這個 n為99 所以就不用輸入 那這個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再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 改成就是有一個輸入 這個99的數字 就可以再把它變一個變數 OK 那目前的話 這個99是固定的 那再來就是一個計算 所以這邊的話 總共會有幾個東西 標籤兩個 一個標籤1 標籤2 跟按鈕 那你直接從這邊拖拉就可以了 這邊有標籤 你就把標籤拖拉過來 一個 然後改的話 基本上裡面 我頂多就改至大小 30 然後呢 文字敘述的話 就是給它 比如說 加總1到99 1到n n為99 然後第二個的話 就是把這個 加總結果冒號 裡面的 字的顏色 我把它改成紅色 因為為了讓它方便辨識 然後字大小 也是30 然後呢 文字的話 裡面就放 加總結果冒號 可以大概很單純的 最後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按鈕 按鈕裡面的話 上面的文字改成計算 字一樣改成30 所以裡面大概 基本上我字都把它改成30 那理論 當然是 大小可以再調整 然後顏色 如果你覺得其他細節 部分你想要再改的話 你可以再修改一下 基本上這三個 是主要的元件 那介面完成之後的話 OK 所以我們就是 在專案裡面 你就自己開一個新的專案 專案名稱的話 我這邊是給它一個叫什麼 Sum 1 2 99 所以不能用中文啦 所以名稱的話 你們自己取一下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這個介面完成之後的話 接下來就要來寫這個程式 那這個程式的話 基本上 要怎麼撰寫 所以切到那個程式設計部分 那程式部分的話 當然 其實主要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 當按鈕被按下去 所以你就在這邊 找到當 這個按鈕1 它被點選 被點選 就是被手指頭按一下 然後呢 做什麼事情 所以這一塊 就是它做的事情 那做的事情的話 基本上就是說 我希望讓它幫我 從1加到 這個1加到99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是利用什麼 再來就是說呢 我會需要一個什麼 初始值一個 這個 這個ns的變數的話 初始值為多少 你可以從這邊 增加一個 初始的一個 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的話 你可以取一個名稱 那作用範圍放在這邊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個地方怎麼 所以我們重新再來過 然後寫的方式 把它丟在這裡 OK 所以第一個的話 當按鈕被按下去的時候 把它拖拉過來 然後呢 那我們將來會需要 輸出一個結果 就是ans 的一個變數啦 所以如果在 你要產生一個變數的話 反正你直覺就想到 這個叫變量 OK 所以這個變量的部分的話呢 那個名稱可以自己取 那變量的有效範圍 前面我們好像用比較多的 應該就是取得跟設置 所以 底下的話有一個 所謂的你可以初始區域變數 那所謂的區域變數 就是在按鈕的這個範圍之內 那我希望在這個按鈕的 有效範圍之內 產生一個變數 所以我就取這個 變量裡面這個 然後拖拉過來 那當然你會發現 這邊可以放 所以呢 這個變量的名稱 它可以取一個名稱叫ans ans ans就是計算的結果 那計算結果當然 它是一個數字 所以呢 我們就是 再把後面給它一個初始值 就是給它一個初始值 那因為呢 1加到99 現在還沒加啦 所以從0開始 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要怎麼讓它可以1加到99 所以接下來的話 你就是要想到 有所謂的回圈的控制 那以前我們在 VBA裡面是用4圍圈 可是如果APP Inventor 它是把它放在控制裡面 那你可以看到控制裡面 應該可以猜得出來啦 有沒有 它這邊有一個 而且記得 這個形狀要放得下 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缺口 對這個缺口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 對每一個 每一個的話 其實這每一個就for for each 然後數字 從哪個數字加到哪一個 那中間累加多少 那要做什麼事情 你要把它累加 所以累加的話 怎麼讓它可以累加這個動作執行 所以這個就是把這個 控制裡面的 應該是第幾個 第三 這邊控制裡面應該是 1 2 3 第四個這個 其實這個就是等於是 程式裡面的for回圈 然後如果假設你希望 這個地方有個數字 其實你把這個數字的話 其實也是裡面的一個變數 那這個變數我們以前是for i 有沒有 所以我的習慣是把裡面改成i 那也就是這個i的範圍 那我希望呢 這個i的範圍是從1到99 所以這邊你可以改一下 那如果在那個vba裡面是for i 等於1 to 99 有沒有 那每次增加多少 那因為每次增加1 所以它會1 然後增加1之後變2 再增加1變3 一直到99的時候就停下來 所以這個i的值 它就會不斷的怎麼樣 加1到99 從1到99就停住了 那你每做一次之後你要做什麼事 我希望把那個什麼 把那個值幫我累加在N Ns目前是0 所以我希望怎麼樣 可以幫我把它累加起來 所以如果你要累加的話 你要累加的話 那這個地方的話你就需要做一個累加的動作 如果你要累加的話呢 那必須怎麼樣 就是去修改這個Ns裡面的值嘛 然後把它兩個加在一起之後的結果 把它放到這裡面來 這有點像什麼 Ans等於Ans Ans加I的意思 如果你程式的話 寫成程式是Ans等於Ans加上I的敘述 那如果假設你要把它變成APPEventer的拼圖的話 那第一個啦 當然你要先找到那個Ans的變量 所以這個變量值的話呢 當然我要取得 要設定要更改Ans裡面的值 所以請你選擇設置 這個時候其實才可以放下 改變什麼Ans裡面的值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設置 Ans裡面的值 它本來是0對不對 那你要變更它嘛 所以你就是要修改 那怎麼改 就是把兩個加在一起 Ans加上I 把Ans加I 然後幫我存回去 所以如果要加的話 你就要想到在數學裡面才有加 所以數學裡面有哪一個數字加哪一個 所以第幾個 第四個這邊有沒有 所以呢 再把Ans本身的東西再加上I 所以喔 接下來的話 你就是在變 這邊就是Ans 這邊就I 所以你就是找到 我要取得 取得什麼 取得Ans裡面的值 所以這邊的話 就放一個Ans的值 然後再取得I的值 所以再取得I的值 OK 所以這邊就改成I 這樣的話就把它兩個加在一起 然後再存回 設置就是存回到Ans裡面 所以這樣的話 它的運行的方式就是 Ans本來是0 然後呢 當I等於1的時候有沒有 然後呢 它會把這兩個先 先計算完 所以這邊的話 Ans0嘛 0加上多少 加上1嘛 然後把它存回去 所以Ans裡面就被設置 設置完之後 它裡面就放1 放1 也就是後面的計算結果 也就是後面的計算結果 計算完之後 放在Ans裡面 有沒有 那所以Ans裡面就變1 當I等於2的時候有沒有 當它等於2 這個時候 Ans就是1 所以 1加上2之後再存回去 所以Ans裡面就變3 OK 所以當I等於3的時候有沒有 Ans等於3 所以3加3再存回去 這邊就變6了 那一時類推 所以 等於就是說 反正它裡面的結果 就是1加2加3加4 一直加吧 加之後的結果 就放在Ans裡面 好 那這樣子 等於是計算完畢的 計算完畢之後的話 最後 當然你可以把這個結果 把它放到這邊來 OK 可是問題最後的話 我希望把最後的計算結果 再放到哪裡 到那畫面的這個 加總結果冒號 的這個裡面 那它怎麼放進來 所以最後的話 當然我們再切回這邊 如果你要把 它裡面 那個叫標籤2裡面的文字 那你就把標籤2裡面的文字 再把Ans並在裡面 所以這邊會用到 合併文字的一個敘述 所以要怎麼做 這個應該前面有做過蠻多的 所以呢 因為我要變更的是這一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標籤2 所以我就把標籤2 找到標籤2 裡面的話 因為我要變更裡面的文字 所以這邊的話 請你找到標籤2 因為我要設定它的文字 所以這邊有要設定文字 在這裡 不過特別注意 我發現同學出最多的錯誤就是這個 明明文字 明明文字 結果你就選擇文什麼其他的 一定都錯了 我發現 大概10個有9個同學都錯這個 OK 好啦 反正就看清楚 OK 因為我要修改它裡面的文字 所以修改它的文字 那要改什麼呢 當然 如果假設你直接把ANS放進去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ANS 可是如果你把ANS放進去的話 它最後得到的結果就會顯示 好像是4050 就是最後這邊裡面 會沒有加總結果冒號 這個文字 OK 這個文字不會出現 就變成它就是4050 就是這樣的數字 但是如果假設你要貼心一點 你希望前面再加上加總結果冒號 然後把這個 最後ANS的詞再串到後面的話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就需要什麼 再把它串合併 所以合併的話 合併是哪一個 合併在這裡 合併 所以你要找到合併 合併的話就是把它的什麼字加上 當然你可以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說 把它原來裡面的文字抓出來之後 裡面的文字是什麼 裡面的文字就是叫加總結果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如果你覺得這個有點麻煩的話 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你直接乾脆怎麼樣 直接就是在這邊前面加上一串文字 所以文字 有沒有這個文字 裡面很簡單 裡面就放什麼 裡面就放加總結果就好 有沒有就是加總結果冒號 然後把它併在這邊 這樣就ok了 就是加總結果冒號 然後呢就是 比如說11加到99 剛好好像我記得是4050吧 它就會出現加總結果冒號 然後就把4050的結果併進來 這樣程式就寫完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其實我覺得APP Inventor寫程式 應該說寫程式倒不如就拼程式 我覺得這個拼程式真的還蠻好理解的 而且同學接受度真的還蠻高的 這也有點超過我的預期 那你說到底這個跟寫程式真的有不一樣 我是覺得因為我原來是都寫程式的人 所以我是用寫程式的概念轉換成圖像 那你們可能剛好顛倒 你們好像比較習慣用這個啦 不過沒關係 將來如果你要用拼程式的方法 也ok 甚至未來是不是說有沒有一個工具 直接就是你拼完之後 然後他問你說你要轉換成什麼語言 有沒有他自動幫你把它轉換成別的語言 ok啊其實道理都一樣的 好那最後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試試看 所以前面的介面是長這樣 加總1到n n為99 然後把結果加一下 最後的話我們就把結果 這個程式寫出來 這個程式的話 其實在雲端白板上也有啦 在雲端白板上的第43頁這邊 ok 那不一樣的地方就是這個啦 合併文字 我是直接取一個文字 當然你也可以從什麼 從標籤2裡面取文字 標籤2裡面的文字 實際上就是這個啦 加總結果冒號 兩個方法都可以 好吧 最後呢一樣就是打包這個APK檔 然後一樣它會產生一個APK 跟一個QR Code 所以啦 如果假設你們那個專題製作 它馬上就有QR Code了 所以如果假設你這樣的AP 裡面的馬上產生一個QR Code 你就可以把這個QR Code 擷取下來讓人家掃就好了 別人掃就會產生一個APK檔 也可以裝在它的這個手機裡面 應該也沒有太大問題啦 只是說可能安裝的時候它會跳一些 可能不是從那個Play商店去下載的 它會有一些警告訊息 但是你可能再跟對方講一下 你可能改一下那個設定啦 就是讓它安裝就OK了 安裝完之後呢 它其實一樣可以run 那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反正就是download這個APK 甚至你在APK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雲端 讓別人去下載 它一樣可以安裝 反正這個安裝的方式都非常多 當然呢 更好的方式 其實就是你可能就是自己在把它上傳到AP 那個什麼APP 那個什麼Play商店 不過那個可能要申請一個開發人的帳號 有沒有發現 加總結果帽號 那這個地方就會出現的是 應該是4950 結果把結果給顯示出來 那你說老師 可是我不要1加到99 我希望1加到990 那怎麼辦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改的話 那你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要改成別的數字 那你可以在哪邊改 數字的話 那你不要99不夠 那我要990 那其實改哪裡 改這個就OK了 那問題來了 你說老師 那可是這樣也不方便啊 我好像還要改程式 才能改變它加總最後的結果 那如果說我希望 可以讓對方 乾脆你自己輸好了 你到哪裡 每次一下又99 一下又990 那一下子又9990 那每天在 所以呢 如果你希望這邊是一個變數的話 而且這個變數是由使用者自己去定義的話 那接下來怎麼做 那你乾脆把這邊當成一個變數 這個裡面的值 就是由前面的畫面 所以前面畫面 不是後來又增加 文字輸入 所以這邊的話 文字輸入盒 那你可以把文字輸入盒放這邊 那你乾脆你自己輸入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就把這邊改成加總 就不是1到99 就不是到99 而是呢 讓對方自己輸入 你自己輸入啦 加總結果 你輸入完之後 按計算就OK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先做出那個1加299就好了 第二階段我們再來變更 就是讓使用者自己輸入